这是一个关乎人类存亡的盒子 但在传承的过程中 第七任主人突然去世 关于盒子的秘密也随之掩埋 在未来世界 地球的环境已经被大肆破坏 人类已经无法地表继续生存下去 为了拯救全人类 延续子孙后代的活种 人们在地底下建立了一座地下城 取名为微光城市 在搬进微光城市前 有十名科学家联手打造了 一个世界上最坚硬的盒子 他们把一张写满人类历史的羊皮纸盒 一块玻璃卡片放进了里面 这里面记录了重返地表的办法 经过科学家们的推测 认为在200年后 地球就能完成自我的更新换代 届时人类就能重回地表 而这个地下城最初的设计使用市场 也只有200年的时间 所以盒子被设置了200年的倒计时候 就交到了地下城的现任市长手中 希望能够通过每一届市长手中传承下去 关于盒子的秘密 也只有地下城的市长才会知道 可没想到的是 因为第七任市场的突然离世 在倒数第47年的时候 盒子也因为被遗忘不知所踪 连筒里面的秘密也一起被掩埋 它被堆积在仓库之中 落满了灰尘 连它打开了也没人知道 时间飞逝一转眼就来到了200年之后 地下城因为处于地下深处见不到阳光 大家只能通过电灯照亮这座城市 一个巨型的发电机 攻击着整座城市的电脑 但最近的停电时间却是愈发的频繁 小帅是地下城中的一员 他认为这座地下城市 大概已经走到了能源尽头 今天是微光城市中 一年一度的工作分配日 这个城市中大家不能自由选择职业 职业都是通过抽签的形式进行分配 这个刚刚到达现场的女孩叫小美 今天是她参与职业抽签分配的日子 小帅也是一样 但她一直关注着城市的电力问题 所以她最想成为一名电工 这样就能帮助地下城 解决频繁断电的问题 但偏偏事情没遂她的愿 小帅抽到的工作是邮递员 而她梦寐以求的电工职位 却落到了小美的手中 小帅为了接近发电机 提出和小美交换工作 就这样两人都如愿以偿 得到了自己想去工作 作为邮递员的小美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 这天她在工作时 听到了从外面传来的呼救声 是一个拉里拉遢 看上去疯疯癫癫的老头 她说自己试图沿着河一纸走 想要看看能否走出地下城 在路上却看到了一只 以前未见过的动物 因为地下城有规定 不允许私自离开城市 老头被赶来的士兵抓走了 另一边的小帅来到发电站 跟着白发叔学习电机修理 白发叔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 每天都在修修补补电站的所有设备 这些机器都是已经工作了 二百年的老古董 这样下去迟早有天就会停止运作 小帅一直想知道发电机是在哪里 但白发叔却总是选择了回避 于是小帅趁他打盹的时候 敲摸拿走了他手中的地图 他发现地图上有一处隧道被抹去了 这愈发让小帅感到好奇 之后他找到了一个地图上没有的房间 他试图打开 却以失败告终 在回去的路上他还发现了一处挂有铁钩的绳子 顺着绳子爬上去后 是一间储藏室 突然一个长发男人出现 发现小帅并不是储藏室的员工 就把他赶了出去扔到了街道上 与此同时 城市的灯忽散忽散了几下然后熄灭 黑暗之中 城市里人们心中都是七上八下 小帅和小美在黑暗中找到彼此 这次长时间的停电让小美很是担心 小帅也认为这一定是因为 发电机出现了大问题 小美告诉小帅早上那个 试图自己离开城市的老头 推测这里是不是 真的有通往别处的出路 没多久 城市再次恢复电力 而现在一个更急切的消息 需要小美去传递 城市的电力都来自一台发电机 可就在今天 发电机却出现了重大的危机 城市所有的电工都被召唤抢修设备 由此小帅也终于见到了 心心念念的超级发电机 可现在这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发电机也是秀气斑斑 四处都冒着电火花 等到不久后大火被熄灭 小帅也发现了发电机老花异常严重 这边的小美回到家中照顾奶奶 奶奶却嘀嘀咕咕不知道在寻找些什么 随后在家里的仓库中 小美发现妹妹竟从一个金属盒子里 正拿着羊皮纸往嘴里塞 奇怪的是之前小美 也从没有见过这个金属盒子 于是拿着盒子去问患有痴呆的奶奶 奶奶似乎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盒子 可她也不知道这个盒子到底是干什么的 小美通过奶奶一半清楚一半模糊的话语 知道了盒子应该是曾祖父留下来的 但此刻小美也没时间思考太多 因为她还要继续去送信 长发男要她给市长带去一条口信 在市长大楼的照片墙上 小美发现每任市长的手中 都抱着一个奇怪的盒子 其中也包括她的曾祖父 也就是那个突然去世的第七任市长 而那个盒子现在就在她的家里 回到家后小美打开了盒子 发现了一张破碎的图纸 还有一块崭新的玻璃方片 从妹妹口中掏出 剩下的一部分纸片后 地下城再一次停电 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等光再次亮起 小美弟奶奶也去往了天堂 为了找出图纸背后的秘密 小美找到了小帅一起研究 小帅找到了只有市长能查看的古典 通过字体的比对 两人发现纸张上应该就是 先被留下给后代的消息 小帅推测出纸上 最后一个单词代表着出口 这很有可能和自己发现的 地图上的消失隧道有关 于是两人再次来到地图上 那个没有标注的房间 竟然在这里发现了一只超大的盐鼠 两人差点就被当作了 对方的盘中餐 趁着身材肥瘦的盐鼠被卡住时 小帅和小美才顺利逃脱 小美发现小帅戴着的头盔 竟然是自己父亲的 小帅也说之前白发书告诉他 帽子的主人被水淹死了 但小美知道自己父亲工作的地方 压根就没有河流 怎么可能是被淹死的呢 他戴着帽子找到父亲生前的好友 询问父亲的死因 原来当年小美的父亲 坚信微光城市是有出口的 所以顺着河流不断寻找 结果却意外坠河身亡 小美还意外发现自己的好友 拿到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食物 而这些正是从长发男的手中得到的 小美想到之前 长发男就和市长有来有往 便越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于是找到小帅打算再一次潜入管道系统 两人打开了那个 没有标注的351号房间 打开一看 竟然满满当当的一屋子食物 而这些食物应该是 很早之前就留存下来的 房间里面市长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原来市长早就为自己做好了打算 看来卫光城市真的将要邮进灯窟了 小帅在小美家的电话留言机里 竟然听到了自己父亲的声音 原来父亲当年也曾参加过 寻找出口的队伍 但最终他们失败了 还让好友丢掉了性命 第二天小美来到市长大楼 想要向市长秘书举报 昨天发现的市长私吞食物的事情 没成想原来市长秘书也是他们一伙的 小美注意到 市长也有一块玻璃方田 与此同时市长也看到了小美手中 抱着的金属盒子 刚想要手下上前抢夺 紧要关头竟然又停电了 就着外面的些微光亮 小美偷走了市场的玻璃方田 跳窗离开了这里 气急败坏的市长立马 派人捉拿小美和小帅 两人四处躲藏 最终避开了追捕 小帅在地道里发现了 父亲制作的双人自行车 于是两人便骑着车冲出隧道 竟然来到了一个垃圾场 小帅将两个玻璃方片切合在一起 出现的是那个发电机的标志 随后两人又接上了妹妹 三人便一起朝着发电机的方向跑去 可他们却没有办法 打开发电机房的大门 小美发现脚下的图案 竟然和羊皮纸上的一模一样 根据纸上面的线索 他们在17号衣柜后面 发现了一条密道 再根据羊皮纸上的提示 顺时针扭动阀门之后 之前还是衣柜的小船 一个接一个在轨道上滑动了起来 紧接着地上的圆盘 也开始缓缓转动 三人跟着小船一路往前走去 只见又一扇大门突然打开 小船继续往前滑动 放眼望去里面 竟是一个地下河道 小船也顺着轨道滑了下去 小帅小美相视一笑 立马下楼跟上 小船最后被送到了河水之上 可小船刚下去不久 就被远处的巨大齿轮压得粉碎 这时小帅找到了齿轮的控制室 他再次将玻璃卡片相交 变成了一把钥匙打开了大门 终于他们来到了 已被尘封200年的控制室 根据羊皮纸上的说明 操控齿轮的运作 但时间太久 齿轮也斑斑绣紧 一下就被卡住了 白发书见状立刻赶来 开始了修理工作 在他的修缮下 齿轮终于是重新运作了起来 但加大马力运转的齿轮 使得本就不堪重负的发电机 再一次崩溃 只见一串电火花嗖嗖地往上窜 下一秒 街道上的电灯泡就炸裂开来 群众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火花吓了一跳 而这头齿轮再次卡住 地面上也开始喷出大量污水 市长察觉到情况不妙 就打算立马开溜 随着水位的不断上涨 白发书让小帅赶紧带着 小美姐妹俩离开这里 随后三人便坐上了后面的小船 眼看着奔涌的河水就要淹没他们 好在在白发书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越过了大池轮 顺着河水一路向前 滑进了一个长长的隧道 这边市长刚躲进房间 就把长发男和秘书关在了外面 打算一人独享房间里的食物 可下一秒 他就成了大鼹鼠的美味晚餐 小船上的小帅三人 顺着水流一直飘 来到了一个像是港口的地方 看来祖辈们早就预料到了这天 已经早早为他们规划好了一切 还留下了表示欢迎的招牌 还用图画告诉后人 如何使用火柴 就着火柴微弱的光亮 他们爬上长长的阶梯 来到了微光城市的入口 他们走到门外 发现还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 两人瞬间垂头丧气 外面的世界应该早就不复存在了 就在他们陷入迷茫之时 天空中突然泛起了光芒 随着太阳升到半空 他们终于看清了外面的世界 蓝天绿地一片绿意盎然 他们从洞中往下看 竟看到了地下城的微光 接着他们把一切都写在了纸上 在绑上石头网洞里丢了进去 石头成功落地 还被路人捡到 而这人正是小帅的父亲 现在居民们回到地面只是时间问题 父亲颤抖着双手 眼里却再次充满了希望 他抬头望向上方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末日背景以及地下都市的设定 构图和画面很有特色 蒸汽时代宏伟的齿轮机器很是震撼 美中不足的是 如果能够多些篇幅 描写地下都市的生活细节 影片能够显得更真实 微光是暗黑世界中的灯塔 是光明唯一眷顾的城市 架空的时代里 人类为逃避自己所犯下罪孽 带来的惩罚躲进了地下世界 头顶帆布的灯像是深海银朔的北 光亮却过滤温暖 就这样 这个被保护的城市 安然运行了200年 直到有一天 这座城市赖以为戏的中央发动机 由于老化频频发生故障 微光之城陷入黑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微光的光也不再永恒无尽 而人类终归要直面这一切 不过好在最后的结局是美好温暖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个故事叫做微光城市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